汉顺帝登基的时候仅仅只有十岁 为何却能坐稳皇位 公元125年 当时宁仅十岁的汉顺帝刘宝 某一天忽然又带领十几个宦官 在宫里边大开杀戒 干掉了掌权的外戚家族岩家 此后刘宝在群臣的参拜之下 正式登基成帝继承了皇位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 东汉就进入到了汉顺帝时代 一个十岁的孩子能够发动政变 干掉掌权的外戚家族 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不得不说 这老刘家的孩子 似乎真的是天生就有某种政治天赋 不过接下来 随着汉顺帝登基 一个让所有人都很关注的问题就出现了 那这个问题就是 一个十岁的孩子 到底该如何治理国家呢 或者说一个十岁的孩子 到底该如何平衡各方势力 避免自己被架空 从而彻底坐稳皇位呢 那放到现代的话 一个十岁的孩子 基本上都还在上小学呢 那你指望一个小学生 去处理国家政务 平衡各方势力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当时甚至有人认为 这接下来小皇帝被架空 竟然再次发生正面 这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但是讽刺的是 在汉顺帝登基之后 这个当时年仅十岁的孩子 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这汉顺帝不但彻底坐稳了皇位 而且还逐渐熟悉了自己的工作 竟然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那么当时只是一个小学生的 汉顺帝到底都做了什么呢 为什么当时一个年轻十岁的孩子 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此后的几年里 这汉顺帝到底是如何避免因为架空 进而彻底坐稳皇位的呢 这个故事吧 其实我们可以从汉顺帝刘宝 发动政变的那天开始说起 公元185年3月 东汉的第六位皇帝汉安帝 在外出巡游的路上突然就去世了 而在汉安帝去世的时候 只留下了一个儿子 那就是后来的汉顺帝刘宝 照理来说啊 这老皇帝去世 只留下了一个皇子 那么接下来 这个皇子自然就理所应当 继承皇位 成为新的皇帝 但是关键是 当时汉安帝的皇后 延氏 他不想让刘宝 这个唯一的儿子来接班 这延皇后之所以 不想让刘宝来接班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刘宝不是他生的 而且之前为了争权 这延皇后 毒死了刘宝的生母 还曾经暗中推波住来 让汉安帝废了刘宝的太子之位 所以此时的延皇后 是绝对不可能容忍刘宝来接班的 因为延皇后的存在 那后来皇位就绕过了刘宝这个皇子 传给了汉安帝的堂弟刘义 与此同时 这刘宝则是被延皇后给软件了起来 关在了皇宫德阳殿的西中楼内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啊 接下来只过了几个月之后 那个被延皇后用力的刘义 就同样去世了 而刘义去世之后 尽管延皇后第一时间封锁了消息 想要从京城外边 再找一个合适的宗室 过来继承皇位 但是后来 这个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 而随着这个消息的走漏 当时被软禁的刘宝 虽然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他的乳母宋娥 却开始替刘宝四处奔走 联系上了几个公里的宦棍 那最终 宋娥联系上了十几个小宦棍 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所以就这样 在那一天的晚上 这十几个宦棍 忽然就拿着武器 从西中楼内解救出了刘宝 并且他们还带着刘宝 向皇宫内的云台阁跑过去 同时这些宦棍 还迅速去联系其他的大臣 让大臣们过来拜见刘宝 因为严皇后的家族 他并不是什么老牌的政治家族 所以当时在皇宫里边 很多中下层的官员 今儿都不买严家的杖 再加上严皇后掌权之后 为了能够赌掌大权 杀了不少宦棍 彻底得罪了宫里的宦棍集团 而外朝的那些大臣们呢 也因为严家之前的一系列做法 感到十分不满 所以最后 这刘宝就在十几个宦官的保护之下 竟然真的是奇迹般的冲出了宠围 抵达了云台阁 同时这其他的外朝大臣们 也过来拜见刘宝 承认了刘宝的皇帝身份 至于说严家的掌权者呢 则是很快被清理掉了 就这样 刘宝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 成功夺取了东汉的最高权力 但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 准确来说 是从政变发生那天天亮的时候 军队入宫抓了严家的几个高层之后开始 这刘宝就必须得面对一个新的问题 作为一个十岁的孩子 他到底该如何坐稳皇位 要知道 这西中政变的发生 他本身就具有一系列的巧合在里边 当时宫里的宦官 集体对严家不满 外边的士族官员 甚至是老刘家的宗室后裔 也是集体看不起严家 不听严家的号令 而当时掌权的严皇后 本人正着手腕极差 再加上刘宝本人 他是汉安帝唯一的儿子 这才成功上位了 一句话 当时的严家呢 已经发了重怒 所以才会被推翻了 而这几个关键条件 不管是差哪一个 那当时的西中政变 都不可能成功的 可是等到严家倒台 大家失去了一致的敌人 这个情况他就不一样了 对于此时 汉顺帝刘宝来说啊 此时他手里的牌 其实已经差到了极致了 首先他年龄太小 所有人都会轻视的 其次那些刘氏宗亲 会因为他年龄太小 想要抢他的皇位 所以他的本家亲戒不能用 第三 这刘宝的生物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宫女 这就意味着 刘宝没有强势的 外戚家族来撑腰 没有办法通过外戚 来平衡权利 第四 刘宝当时身边能够信任的 只有他的乳母 和那十几个宦官 但是这些人 他们清一色 都没有什么才能 根本不懂高层的政治斗争 第五 当时的地方士族集团 早已经逐渐做大了 要不然的话 之前延皇后掌权的时候 早就能轻易摆平他们了 而此时换做刘宝来做皇帝 刘宝其实一样 也摆不平这些士族官员 那如果处理不到 很容易会搞出一个超强的士族大臣 把持朝政 那具体的情况 可以参见后面的董卓 这条夹铁之后 刘宝就已经被逼到了角落里了 你别说一个十岁的孩子 就算今天的一个普通成年人 直接穿越过去 他也未必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接下来 这刘宝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这老刘家的皇帝 似乎确实是有某种天赋 尽管当时年龄很小 但是他在政治方面 却似乎有一种过人的天赋 请注意啊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 将会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 一次年龄最小的掌权者 迅速掌权的精彩过程 而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清理研家 在政变那天天亮之后 这刘宝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清理研家 但是在清理研家的时候 这刘宝的手腕却非常的巧妙 首先逮捕研家的几个高层 彻底把他们打入大牢 而关入监狱之后 直接在监狱里边将他们彻底处死 无需通过正规的司法审判 以最快的速度干掉研家的掌权者 但是同时 对于那位颜太后刘宝却并没有处理 相反在第二天天亮之后 这刘宝就带着文武百官 公开前往了颜太后居住的秦宫 向颜太后公开讨要天子的应手 在文武百官的压力之下 那颜太后被迫交出了天子应手 但是再之后 刘宝没有再继续追究颜太后的责任 反倒是把他给转移到了离宫 暂时软件了起来 只动研家的男人 不动颜太后 这一招其实非常巧妙 这第一时间干掉颜家的男人 就等于是彻底斩断了颜家的手脚 那自此之后 颜家就再无法掌权了 无法再和下面取得联系 而单纯软进颜皇后 则是可以留下一个明面上的敌人 让大臣 宦宫 宗室 暂时团结起来 这有了共同的敌人 就能避免内部分裂 尽管颜太后这个敌人 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 但是只要他还在 就会给大家造成一种危机感 不会让大家轻举妄动 整个搞定颜家的阶段 最多只花了两天的时间 而随着颜家被彻底搞定 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叫做控制军队 那场西中政变 是发生在11月初四的深夜 而到了11月初六的时候 刘宝就以皇帝的身份 下令解除了皇宫外守卫的重兵 让军队各自回营 恢复到正常秩序 与此同时 这刘宝第一时间提拔了之前 追随自己的那19个宦官 把他们全部都封了侯 后世称之为是19侯 而在封侯的同时 这刘宝还把他们 直接安插到了军队那边 尤其是领头的宦官孙成 更是被刘宝第一时间 提拔为齐都尉 直接掌握了羽林军的一部分精锐 就这样 通过这19个宦官 刘宝第一时间控制住了军队 保护住了自己的安全 但是同时 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 当时刘宝并没有把 所有的军队的权力 都交给宦官来掌控 准确来说 这些宦官进入军队的作用 更像是监军 而不是直接管理者 这种操作 既能让刘宝控制住军队 避免被某个士族官员趁机作乱 同时也能避免这19个宦官 介入军队搞事情 最关键的是 刘宝这种安插人手的手段 没有直接动那些士族官员的权力根基 因为军队的主官 还是士族的官员 刘宝只是派了一些宦官 过去监督他们 或者做他们的手下而已 这个手法无疑是相当巧妙的 从这段历史的大背景来看 我们有理由相信 当时所有的布置 都是刘宝自己想到的 因为当时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就只有一个如母送俄 但是这位如母呢 他绝对不是出身什么世家大族 他肯定是完全不懂政治的 很难想象 这一个十岁的孩子 能够想到这么巧妙的权力结构 或许当时刘宝还不懂 这里边的道理 但是出身皇族的本能呢 已经可以让他凭借自己的本能 做出这些选择了 控制住军队之后 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这第三个阶段呢 我们可以叫做是平衡权力 在控制住了军队之后 这刘宝有了足够多的坏权 所以接下来 这刘宝就可以进行 一系列的人事调动 在接下来长达一年的时间里 刘宝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人命 比如说朝堂那些亲近研家 或者之前被研家提拔起来的官员 一个个都遭到了贬出 而那些之前拥护刘宝称帝的大臣 则是纷纷被重用了 与此同时 这刘宝还提拔了另外一个群体 那这个群体就叫做 前朝失事团体 简单来说啊 这当年刘宝他爹 汉安帝在位的时候 很长一段时间里 国家其实都不是汉安帝说了算的 而是当时在世的邓太后说了算的 那再之后 邓太后去世之后 汉安帝为了作为皇位 就开始残酷打压邓家人 并且将邓家重用的官员 纷纷开始贬出流放 而到了刘宝这里 刘宝登基的第一年 就把当年他爹贬出的这帮人 全都给请了回来 逐渐为了重任 同时刘宝还下令 把当年流放的邓家平凡 同时对邓家人为重任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当年汉安帝清理这些人 那位阎皇后在背后也说了不少坏话 所以这些之前被打压的人 基本上都是阎皇后的敌人 而如今刘宝赦免了他们 他们自然会对刘宝效忠 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邓家 因为当年刘宝被立为太子的时候 就是邓太后敲定的 所以邓家相当于是刘宝的天然盟友 而邓家作为东汉的老牌外戚家族 那自身的关系王肯定是不用多说的 此时的刘宝需要邓家的支持 而邓家这边呢 也需要刘宝的赦免 然后完成家族的复兴 所以两者之间 那自然是一拍即合 就这样 靠着赦免前朝的失事团体 再加上一系列的人事调动 短短一年之内 这刘宝就把东汉的高层位置 基本上都换了一遍 另外啊 在第三个阶段开始的时候 随着刘宝掌握的人事大权 那位还未软禁的盐太后 就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 所以公元126年正月十六 这盐太后忽然就去世了 而对于盐太后的死因 这史书上罕见没有任何记载 大臣们也没有任何疑问 简然啊 到了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希望他死 而随着盐太后身死 这东汉朝堂上的官员 也就被刘宝全都换了一遍 彻底听命于刘宝的安排了 那到了这个时候 第三阶段也就彻底结束了 再之后就是第四阶段 这个阶段叫做打压宦官 之前刘宝能登基 完全是靠着那十九个宦官 以及自己的乳母的保护 那对于这些人 刘宝是打心眼里是感激的 但是问题是 这些帮助他掌权的人 文化水平一般都不算太高 而且刘宝登基之后 这些宦官往往都接着自己的权势 开始结党营私 如果任由事情发展下去 很容易会导致宦官集团作大 进而彻底架空皇权 于是接下来 刘宝就开始对这些人下手了 接下来的故事啊 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张房案 简单来说呢 当时有一个叫张房的宦官 单日中长市一职 仗上刘宝的信任 在宫里大肆贪污受贿 结党营私 不过这个张房他并不是之前扶持刘宝 发动政变的那十九个宦官之一 后世曾有史学家认为啊 当时在皇宫里吧 这宦官群里分成了两派 一派就是以这个张房为首的 他们是之前汉安帝和严皇后 留下来的宦官 那另一派则是以十九侯为首 靠着政变上位的那些宦官 那这两派之间呢 有点类似于是所谓的新旧之争 然后大概在刘宝登基两年之后 下边的大臣终于是有人站出来 弹劾张房的不法行径 而与此同时 那十九个宦官也开始联手弹劾张房 他们纷纷跑到刘宝这边 哭诉张房之前到底有多坏 如果从表面上来看啊 那在这个案子里边 张房是坏人 十九侯是好人 朝堂上那些弹劾张房的大臣 他们是好人 那替张房辩护的那些大臣 他们是坏人 但这其实只是表面上的情况 这真正的政治 从来都不是这么简单的 实际上在很多人联手弹劾张房的时候 刘宝瞬间敏锐意识到 这宫里的某些宦官 可能已经和外边的大臣 开始逐渐联手了 这次弹劾张房 就是他们策划的 对于一个皇帝来说 这大臣和宦官们的联手 这其实是最可怕的 所以再之后 这刘宝先是下令 听从大家的弹劾 将张房彻底流放边疆 同时刘宝以十九侯弹劾的时候 在朝堂上大声喧哗 不尊重皇权为由 将十九侯全部免职 然后下令把他们全部流放到了偏远地区 当然再之后 因为刘宝想到之前的情分 再加上这些人当中 很多人可能确实没想那么多 于是最后 刘宝下令改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封地了 就这样 之前扶持刘宝上尉的十九侯 也被打压下去了 客观来说 这十九侯并不算是坏人 他们不但帮助刘宝发动政变 而且掌权之后 他们自身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但是问题是 在当时的局面下 只要他们存在 就很容易让宦官集团彻底崛起 所以刘宝这样处理呢 其实已经算是很高明了 至少最后 这十九个宦官基本上全都善终了 而且都拿到了侯爵的学位 同时 最后他们也没做什么坏事 在史书上也留下了美名 刘宝也可以继续感激他们 对于历朝历代的全换来说 这其实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顺便说一句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刘宝唯一没处理的 就是自己那位儒母宋格 估计在刘宝看来 自己这位儒母 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浪花 不像十九猴威胁那么大 所以就继续让这位儒母 安享富贵 留在了京城 但是十多年之后呢 让刘宝意外的是 这位儒母宋格 后来还是大肆结党营私 收入贿赂 而且为了自己的权势 大肆陷害忠良 那后来事情败露之后 刘宝自然就只能 免除了他的所有的爵位 把他彻底赶回家了 如果从这个儒母宋格的结局来看 刘宝提前处理十九猴 绝对算是非常明智的一招了 连续四个阶段 刘宝先后搞定了军队 士族大臣 权力平衡 以及之前对自己有功的宦官 那经过这几套连招下来 刘宝已经彻底做了皇位 再也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了 很难想象啊 这一切只是出自于一个 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之手 就这样 接下来等到刘宝搞定了所有人 彻底作为了皇位之后 公元132年 刘宝正式下旨 改元杨家 同时确立皇后 赌掌朝政大权 从这一年开始 18岁的刘宝 将会成为名正言顺的汉顺帝 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去挽救这个已经开始 走下坡路的大汉江山 一个属于汉顺帝的时代 就此开始了 看着我 感谢观看